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录 收录的意思是编辑时采用 例句 这本书收录了百多篇文笔优美的文章 欺负 欺负的意思是用蛮横的手段欺压或侮辱 例句 你总是欺负我 我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要告诉老师 欺骗 欺骗的意思是 以虚假的言行掩盖事实的真相 使人上当 例句 这个年轻女人一直在欺骗老奶奶 骗取 骗取的意思是用欺诈的手段取得 例句 他们骗取了老夫人的房屋和钱财 点播 点播的意思是指点 启发 这道数学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金老师一点播才恍然大悟 点名 点名的意思是说明重要的句点 例句 这篇文章开门见山 骆比就点名了主题 点破 点破的意思是说破 揭穿 例句 永康点破了事情的真相 教导 教导 教导的意思是教会指导 例句 我们绝不要辜负老师的纯纯教导 教导 教导的意思是从错误中或挫折中总结出经验和认识 例句 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们要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 逊责 逊责的意思是教训和责备 例句 老板对着那个保镖显得很不满地逊责了一句 阅读是打开知识的钥匙 同学们要多阅读 慢慢累积自己的词汇 多写 多练 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知识